阳光下的世界是多彩的世界 也是神奇的世界 当太阳光经过三棱镜后 会形成按红橙黄绿青蓝子 七种颜色次序连续分布的彩色光谱 可见光其实是一种肉眼可以感受到的电磁波 电磁波包括的范围非常广 无线电波、微波、红外线、可见光 紫外线、X射线、伽马射线都是电磁波 它们的波长不同 可见光的范围很有限 波长在390纳米到780纳米之间 光具有波的特性 不同颜色的光波长各不相同 越往红色光的波长越长 越靠近紫色光波长越短 而光波的阵幅越大就越明亮 每个人分辨颜色的能力也不相同 一些特殊行业比如刺绣女工 她们对颜色的识别能力会比普通人强 能分辨的颜色也就更多 大多数物体是不发光的 如果没有光线照射也就无法看到 不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其反射光的颜色决定的 阳光照射到树叶上 一部分被它吸收掉了 被被吸收的光线反射出来的颜色 就是我们看到树叶的绿色 而透明物体的颜色是由其透射光的颜色所决定的 红灯的玻璃罩子是红的 所以透射出来的是红光 请问戴以下哪种颜色的眼镜 对司机开车时识别红绿灯影响最小 A 浅黄色 B 浅灰色 C 深绿色 请答题 理由 我觉得如果要是深绿色的话 红光透过可能会改变光的颜色 使得判断结果可能会误差最大 我觉得因为绿色的话是通行方向 而红灯是停止方向 所以我觉得它会影响到 司机对于是否通过还是停止的一个判断上的失误 你答题选什么 我比较想选浅灰色 因为黄色和绿色都是红绿灯当中有的颜色 所以它应该会有一些影响 正确的回答应当是B 抢灰色 原因是非常简单 我们看红绿灯特别是红色的 非常关键我们要停止嘛对吧 你要是戴浅黄色 那么它最容易通过的是黄色 把红色会绿掉 选深绿色同样它会把红色给绿掉 它只通过绿色 浅灰色呢 相当来说它会减弱这个光墙 但是所有的可见光都会通过 好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B 网友引力队答错了 来 扣十分 扣十分 扣十分